本席非常感佩我們蘇小惠委員這麼急著提音救護 不曉得剛剛這個陳委員這句話是包是扁發 您回頭看一下成語故事 提音救護是正面子 他用在這裡是什麼意思 正面子 為什麼每次都要在委員會上對其他的委員做人生的攻擊 並且講到家人 這一次還在委員會說這句什麼意思 沒有 本席非常感佩蘇小惠委員的 我這麼認真在討論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提音救護是正面子 我這麼認真要立馬合的職責 你其他委員做做看 要有善的循環 你從正面看他就是正面的 正面子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陳怡震委員 本席非常感佩我們蘇小衛委員這麼急著提贏救護 但是這個在動盪的時代 不是太平盛世才看得出行政官員 尤其是我們行政最高首長的能力 那這個社會有公平 防疫做得很好,疫苗採購是不是採購得很好 足夠,大家可以及時趕快的打到 那這個社會有公平 主席我想請問一下 蘇委員 不曉得剛剛這個陳委員這句話是包是扁 我可不可以請求在會議上 請他對同事的點評可以做一個說法 你上一下,回頭看一下陳語故事 聽舊夫是正面子 他用在這裡是什麼意思 正面子 為什麼每次都要在委員會上對其他的委員做人生的攻擊並且講到家人 主席可不可以 為什麼要在委員會上就是一定要加住 就是正常的把這個裁貨的過程 我們剛剛討論都很順利 我甚至沒有回應第一個 就是有時候這個,有時候立法和司法 這個之前,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這是什麼說法 好,理解 好 主席我覺得要制止陳委員這種挑釁的態度 主席我覺得你跟陳委員是同黨的,你都應該要制止陳委員在委員會上對其他委員做這種挑釁的態度 這件事情要堅持 我們現在先休息 上一次還在委員會說這件事什麼事 本席非常感佩主席委員的 我這麼認真在討論 我以他委員的職責這麼認真在討論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提音舊夫是正面子 我這麼認真要立法和職責 你其他委員說說看 大家聽了 提音舊夫是正面子,你們要不要看一下陳語故事 回去看陳語故事 都這麼稱讚你,你還要 這哪是稱讚啊,這就是花苦啊 好啦好啦 水準 要有善的循環 要有善的循環,你從正面看他就是正面的 正面 正面,善的循環 不是要有善的循環嗎 善的循環 你要正面看,我說本席會這樣講 本席會這樣講 主席不好意思 這次人我要有水準啦 請主席要對這種言論有態度 必須自止的就必須自止 我是正面,我用陳語故事 難道你要我像大港開唱那樣子講法嗎 我是用陳語故事 我用陳語 你上網查一下這個詞好不好 正面詞耶 提音舊夫多正面啊 水準一點啦 不知道的回去 Google一下 叫我量 提音舊夫是正面詞耶 從你嘴巴講出來都聽起來 那你就是沒有善的循環啊 我們就是善的循環 善的一幹上 有好的才會更好 我說你很好,然後你就會更好 那你加善啦 那個主席 其實因為我們剛才的討論 不管是跟衛福部之間或委員之間 其實我覺得剛才的討論都非常非常的理性 而且其實也是有成果的 那我必須說 在幾次的這個調查小說討論裡面 剛剛陳語真委員的言論 一直都針對其他的委員的個人 上次先說什麼沒格調 然後現在又拿別人的家人出來說 我認為 我認為主席應該要制止陳委員 像這樣子 針對其他參與調閱小組的成員 個人的人身攻擊 或者是對人家家人的評論 我覺得這是無助於調閱小組進行 我認為主席 召集人應該要對這部分有一個支持的態度 不然我覺得後續的會議很難進行 好,川委員再來陳毅真委員 是啊主席,我也是另外一個召委啦 那我相信我剛剛是贊同這個我們洪委員的說法啦 就是說我們今天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是真的很理性在討論調閱小組的事情 那我覺得陳委員他針對個人 委員個人或以及委員個人家人的這種言論 你必須在主席的位置你要表態啦 這個不是一個理性討論的 這會把這個焦點整個模糊掉 那我覺得這樣 這樣喔 未來這樣的會議如果還要存在這樣的言論 我覺得很難彼此再繼續討論下去 好,陳委員 我覺得你們一直在說善的循環 我剛剛一直在說叫你們去查那個陳毅事件 提英舊父的意思 他說的是善意的東西 代表提英是有孝順,是一個孝順的女兒 對吧 所以今天你們說家人 不是因為今天不是只有家人 行政院長和蘇委員之間的關係,不是只有家人 他也是行政部門跟立法部門之間的關係 大家要先恭候施 懂嗎?我講這個是趕配 你們都沒有注意聽我說是趕配他的請求 然後還沒講完 難道你們說這樣的東西是沒有水準 難道你們要我們在立法院說大港里營嗎? 這樣才是有水準的嗎? 這個你們 我我我我只是舉在你 因為你們說這句話沒水準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我用陳毅就也沒水準 上次我說四字道法官會議 二九三七二九 你也說沒水準 你也說沒格 我不知道上次 為什麼你們都會 每個人因為你說我都 你說說我的格調在這裡 我就跟你講 我的格調就是講四字道法官會議 我說我的格調是在這裡 我都是依法論法 然後按照我們學的陳毅來講這些事情 我完全沒有什麼惡意啊 善的循環就是 當別人捐贈給我們疫苗的時候 我們覺得好 不是覺得不好 那我們稱讚的時候你要覺得好嘛 對不對 你自己心裡有先有 你看人家覺得不好 像蘇中鋒那個蘇小妹說 你覺得不好就變成不好 對不對 你看什麼就變成什麼 你心裡這樣想才會想 我真的是說敢配嘛 對吧 我有說敢配喔 好因為我們 我們這第二小組 主席這涉及我個人 我必須回應 主席我想今天會議 剛剛進行到現在我的言論可受公平 我在立法院六年的表現 也可受國人檢驗和公平 剛剛郁政委員再一次的 指摘我等於沒有先公後私 指摘我在立法院是用孝順父母為先 我認為這就是標準的對個人的指控 我希望主席能夠對 該委員會的委員做一個態度的表示 我們請問等一下 好 我想 我們今天是第二次 立法條約小組就有調約的範圍來開會 進行到現在其實都算順利 那下一次就要進入到行政部門 提供相關的文件跟資料 我們甚至要開密閉會議 我們希望這樣的程序盡快的走下去 因為我們調約條約只成立到12月31號 其實現在已經10月下半旬 這樣要11月了 我們需要有足夠充足的時間 來好好檢視這些文件 我想這也是各黨派委員的共識 那至於在不管調約範圍的討論過程 或是接下來我們調約小組開會 討論的時候 我希望所有委員會的成員 彼此之間相互尊重 理性討論 委員跟官員之間的質詢或回答 我想也基於尊重的一個態度 那同樣也希望委員們之間 彼此不要相互的攻擊或進行人身攻擊 我想不管哪一個委員 哪一個黨派 彼此之間都應該保持這樣的態度 在市民進行為了的人 對此…